哈囉你們好我是TG 這次影片能夠來講Core20年突然出現的格鬥星座 Fighting EX Lair 以及他的過去 我 Mil時開始 對你去看 做一看 有關心 終身上伏 有極的 背景 這身也有任何向來處理 出現的 Bad Sat 空中 出現的 等到 這兩者 努力 雖然 突然 使得 傷 真的很 強 即使对有在接触格斗游戏的玩家来说 可能对他的名字会感到很陌生 他的名字来自于阿里卡自家游戏Fighting Layer取名而来的 而这款格斗游戏只有出在街机上没有家用版 台湾好像也没有经过这台 所以这个作品比较少人知道 就连里面的角色都点入了 不过最猛的是 bonus关卡里面居然有鲨鱼跟老虎可以打 在一款他妈的格斗游戏里面 竟然可以打鲨鱼跟打老虎耶 我只看过打砖头、打汽车、打桶子 打鲨鱼、打老虎真的是嗑的有点猛 而Fighting EX Layer里面的12个角色 只有2个在Fighting Layer出现过 其他4个包括之后可能会推出的4个DLC角色 全部都来自于Street Fighter EX系列 它是CAPCOM跟阿里卡合作的格斗游戏 所以快打旋风的角色和阿里卡的原创角色故事有点关联 顺带一提阿里卡的代表董事 西古洋先生是快打旋风2的企划负责人 后来Street Fighter EX2 PLUS 在接近和NPS上成为经典 也是有第一款接触到的格斗游戏 到现在二代还会被拿来办一些小比赛 因为它的高难度连段加上Excel Mode 可以在短时间内用拳脚连段 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比赛常常有逆转的惊喜 还有它的角色都还蛮有特色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Skoo Mania跟它的Skoo Dream 这一款PS2的EX3实在做的有点烂 所以EX系列之后也就没消息 只到2017年4月1号的愚人节影片 出现让人很熟悉的角色 而且看起来有模有样 导致影片意外造成一个话题 然后开始有玩家期望这影片的游戏是真的 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还有今年6月28号它终于以数位版默默上失了 对真的是默默的 PS Store上完全没有出现任何有关的图片 就这样一直躺着等认识的来认一下赞 所以几乎是一直有在关注的玩家才知道发收入 还蛮可惜的 那游戏看起来很像快打旋风 但实际上差蛮多 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任意的绝招取消绝招 做出大伤害连断 不过还是要研究一下怎么接才接起来 还有这次才有的新系统 强气 就是画面下方五个东西的玩偶 它是五个一组官方配好的 然后每一组都有不同的组合和功能 像是伤害增加 瞬间移动 或是类似格斗天王的小跳 然后它的姿势 不知道为什么要跟 圣斗士跑步置一下筋 还有霸体 遠距离大跳路 隐形 中段 隐段等等很多种 但是这些能力需要在战斗中完成条件 才会开启它的效果 效果会持续到整局结束 强气系统其实还蛮有趣的 它让每个角色玩法变成多种 目前来说有一组有点适合 它气越多攻击越强 随便接你一套就半条了 然后66会持续跑步 刹车之后会有往前滑一段距离的惯性 跳路跟66带下端是很常见的攻击手段 打摔者的设定没有快打鼓这么强 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连段系统叫Train Combo EX Layer跟快打一样是6颗拳脚 Train Combo就是可以从轻中重直接取消变成连段 有些角色可以在中攻击后带特殊中段跟对方拉出安全距离 另外还有设计剪翼按法的方式给你用 一个方向再加一颗按钮就可以出招 而且在线上对战可以使用这个模式 但是它一换是一整住一起换 没有说一半用转招然后升龙给你用剪翼的这种会卡 整体游戏节奏偏快 而且品质也不错三格算还可以打 满格可以接近线下的感觉 顶多慢大概两幅的感觉 打起来是很爽快格的游戏 目前就买的人有点少 所以会花时间在线上配多 不过一般对战的房间意外做得很好 可以直接邀请PS的好友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每一场读取间隔大概三到四秒而已 然后它还有音乐可以给你选择 有新版跟旧版 旧版的就是以前streetfighter game系列的音乐 还有fighting layer的音乐 至于游戏本身难免还是有些缺陷 像每次break match打完要重新进行练习模式 然后打开网路重新寻找 还蛮麻烦的 不过这礼拜会被修正 招式的判定也有一些微妙 有些应该要接得起来的招式 结果没办法 然后也没有接机模式 但还好有试炼模式跟生存模式可以打 试炼模式的连段会让你脑子长真的充满恶意 不过官方还蛮有在注意玩家的反应 还蛮值得期待之后的发展 目前只有卖数位版 官方有1000片的实体片 但是是非卖品 未来他们也有可能会出在PC版上 目前是只有PS4 9月左右才会有进一步消息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买来玩看看 但是有分轻量版跟通常版 轻量版就是只有5个强气系统可以用 还有是Hokuto这个角色 正常版就是有15个强气系统可以用 还有Hokuto 其他谁是他的写字封印能格 招式性能上的差异有点大 但是各有强出 所以整个游戏来说对在音乐跟连线上算优秀 但是缺点就是等太久 那这次影片的内容就到这边吧 如果之后有反应想要知道每个角色的性能 那就可能会再做个简单教学的影片 之后8月初会制作回顾Roken1加2合集的影片 已经十几年了好不好 再来讲一下X1到X8了 除了这么久 为什么天天还是有人在实况Roken 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之后会做个回顾跟大家分享一下Roken 那8月之后直到12月 会去完成王国之星1代到3D讲解剧情的影片 就先这样吧感谢你们的收看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一下 我很感激你